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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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妥妥也是个身经百战的援军宰相 他为什么会率领全军去围剿方国珍呢 再说金陵城又是江南重镇 万一有什么闪失 对了 金陵城里的消息是陈也密报的 陈也这个人不大可信 尚尚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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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过去是杭州的援军 兵派后 变成了张世成的部下 被援军收买后 又变成了援军 再之后 就是被我义父打败了 摇身一变 又成了义军 再后来 又被援庭招服 成了统军的将领 陈也啊 他是为银子打仗 谁给的银子多 谁就是他的主子 上尉 难道你是谁 是神仙 一眼能把人瞧透 咱不是神 咱只是觉得 那人的味不对 说起话来 甜得发腻 如果陈也暗中投靠 脱脱了 那他的情报 就是圈套 霍天勋这回惨了 行了 也许 咱自个儿胡想 也许咱错怪了陈也 也许这郭天勋 现在偷袭金灵 已经大功告成 马上就要为朕四海 号令天下了 尚尉 你就干脆说吧 咱们该怎么办 告诉各营 集结所有的兵器战马 准备出战 上哪儿 咱不知道 反正等天上 掉下一个消息来 咱才知道 去哪儿 上危呢 在里边 消肥在哪儿 消肥 出大 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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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尉 出大事了 李先生 来了 咱的少帅郭天旭 陷入重围了吧 你怎么知道 走了 说强行吧 在下得到激报 郭天旭率军行至 经历一天叫黑时机后 突然陷入了援军的城围 不下七八万人哪 眼下少帅他们正在血战 遣人报信 求援着呢 金陵不是做空城吗 哪来这么多援军呢 这都是脱脱的圈套 还有那个陈姓 早就安同官军 七报夹信 又少帅入套 他把少帅的吉万义军 带入黑时机以后 突然从怀里抽出 朝廷颁给他的一道伪令 说自己是什么 折东大帅 这平常正式了 其部下也跟着立刻划遍了 一眨眼 老母鸡变成鸭 郭天旭也郭天旭 陷害自家兄弟是个能手 面对园庭 他他们是个草包 随便给个人就掉下去了 上边说的是 可眼下好 吉万义军 正血战带圆呢 乔大帅 以大局为重啊 明令全军 立刻出发 准备 上尉 在下请求 与上尉一同前去 李先生 此战 肯定是场恶战 十分危险 恐怕连咱都回不来了 山长 再也不愿意离开上尉了 愿与上尉同生共死 好啊 来啊 把咱的坐骑 让给李先生起 合理 谢上尉 干门上尉 你怎么知道 郭天旭会陷入圈套呢 臣也不可信 你又怎么知道 臣也不可信任呢 先生 三元章最擅长的 可能不是打仗 是观察人心 谁中有 谁坚华 谁表面中有 内心坚华 谁表面坚华 内心中有 三元章 一看便知 乱世当中 许多人 都曾经文风使舵 一主而逝 就连他李善长 也不例外 现在 他总算明白了 只有咱朱元璋 才是你唯一的主子 奥金 他 安 þe 一 一 idian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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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离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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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 把徐达叫来 徐达 徐达 在 上位有请 上位 过来 放心吧 停 停 停 快走 徐达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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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往作为 看眼都不成了 东西南三边都是原地战队的 地球把死伤弄犯了 在北边呢 为何不从北边出来呀 你回头看看 那就是北部 快走 怎么办 慢点 难道就在这儿等死不成吗 眼下情况 咱们只有奸手带援了 这个时候 死谁他妈会救我冤咱们哪 只有朱元璋 他肯定早已收到了咱们的败报 如果他能带一个军兵来 迅速赶到的话 咱们还是有希望的 赶紧把弟兄帽子突出去 令朱元璋火速增援 你把这个交给他 就说 就说我求他了 如果他们亲自赶来劫队 从今往后 从今往后义军的大帅就是他了 遵命 我再派上出门看 少帅 我讲还有句话啊 快说 你身为大帅 苏子这恐怕不行 你得站得高承 拿将士们看你 他们才能为你输死奋战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弟兄们 朱元大军机长来源 咱们赶紧拿下对面那座山头 再坚守两天 咱们就能冲回后衆了 弟兄们 跟着我冲啊 公主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瓜将军 末将在 你迅速回城传我的命令 将金陵城里的内卫 城防 包括护院的兵丁们全部调来增援 务必在天黑之前 将这股贼军歼命 免得夜长懵夺 遵命 下马 休息 是 是 睡了一宿 差点把咱给冻死 少尉 黑石基好像快到了 是我知道 左边是黑石基 右边就是金陵城 两斤相差也就十几里吧 少尉 你打算如何进兵呢 传令下去 让兄弟们吃饱喝足 好好歇息 等待命令 是 先生 请 进去歇会儿 先生 给 吃吧 这饼好着呢 咱小时候啊 每天做梦 都想吃上这样的饼的 少尉 十几里外 少帅他们生辞未谱啊 我已经感觉到了 他们现在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那咱们此刻 吃饱喝足以后再说 女儿 这枉营 这 枉营不会吃喝的人 就不会打仗 知道吧 上尉 这 上尉 上尉 弟兄怎么都停下来了 二弟 咱再等一个消息 上尉 出发前你就说 等天上调个消息下来 那现在等着吧 咱再等天上调第二个消息 在哪儿 看 来了 省尉 省尉 咱回来了 情况如何 完全如你所料啊 如今的金陵城 才真正是做工程的 连城防 内卫 巡逻的兵丁 全被吊到黑石击去了 天黑之前 一定要拿下金陵 三弟啊 原来你跑到金陵城 去打探虚实了 尚未啊 你这招可真高明啊 当时臣也说 金陵城是空城的时候 其实不是 不过他现在确实是走空城 咱们一攻即可 尚未拥兵真是出神入化 不过 少帅他们 跟你说句实话 金陵城的所有援军 都在围攻郭天旭 咱们就算是及时过去救他 也是救不出来的 咱们只要攻克了金陵 就断了妥妥的根据 军心大乱 也许郭天旭 还有一线生机啊 尚未明见 走 上马 走 走 宋坏开到你们了 是 你是从黑石借过来的吗 是 是 冰家的五万多兄弟 没位置 就是你 坐舍已经不到难成了 你们还能见识多久 那我不能变回了 带下去 直取金灵 驾 园长 园长 你怎么还不到啊 我求你了 快来救援吧 快呀 快来救援吧 快去救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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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破坏 说 城里到底有多少手兵 就都督府留了些人 其 其他兵马都被调走了 那我认识 拽过那个街角 就是接领都督府的 二弟 赶紧率人 占领都督府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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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他不会来了 你居然指望他了 朱元璋 你个王八蛋 你怎么念死不救啊 老子回不当初 老他们就该活垮了你 你他妈不得好死 你他妈不得好死你 你看 这死是真的 先生这是 宝贝 战情还未定 先生就开始搜露起宝物来了 上位说的是 这些啊 可都是无价之宝啊 是吗 那咱瞧瞧 你们都看看 这什么 宝贝 什么宝贝的 先生您这是 上位 他们可是朝廷 在江连六省的 税府钱粮户籍表册 谁要是掌握了他们啊 是一对大原东南 各省府周县的兵丁田母 税收财政等事 是了如指掌 上位 你娶天下之后 难道就不要治天下吗 他们可是治天下的宝贝啊 先生 您可真了不起啊 心思想得细想得远 这大老我想起一件事了 何事啊 当年汉高祖刘邦 带兵攻克长安 兵破咸阳宫的时候 人人的心思 都在金珠宝上 只有宰相萧和呀 一心直奔着说服表格 先生 您就是咱的萧和呀 您就是治天下最大的宝物 对 对对 上位雄才大略 志勇盖世 如同当年的这个汉高祖 可在下当不起那个萧和 当不起也要当 天下大事 只有敢做敢当者可为 上位说话 真是刀刀剑血呀 先生 想把这些宝物运回哪儿去呀 运回咱们豪州啊 对 回豪州 对对 是 咱不回了 金陵就是咱的守府 来 不回了 好 不回了 你他妈不得耗责啊 不得耗责啊 卖用个屁用啊 少帅 你是咱义军的头 万万不能落到元军的手里 羞羞辱啊 少帅 你打主意吧 打 打什么主意 少帅你自己明白 让我自禁 少帅 你如果不自禁 难道愿意受元军的救赎吗 主元帅啊 主元帅 你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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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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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中残敌都已经树庆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 其一 张马安民稳定人心 第二分明部署 严防援军反扑 我想黑时机那边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双方已经精疲力竭 这时候我们要出一支精兵 或许还能救出一些异军兄弟 去 咱去 好 三弟 如果元军事大 万可恋战 明白 拜拜 尹陈日 你也做过益军吧 是 你做的那支益军 每封绝境 都会十分明智地屈膝投降 这伙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难道 真的命死不祥吗 如此待上之事要是多了 天下何能有太平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城内守军来报 有大批贼军偷袭净 贼军全部困在此地 奄奄待毙 怎么还有贼军呢 过来 快说 丙校爷的确有大批贼军工程 他们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一会儿城市家就被他们拿下了 什么 精灵丢了 哪儿来的自己 谁的队伍 谁的队伍 不 不 不知道 是朱元璋 方圆七百里就他这支队伍 还是你成名 朱元璋趁我大军出动 偷袭金灵 你为何不报 大人 小人万万没想到 那朱元璋竟如此猖狂啊 你说 贼军有多少人 大概有万把人吧 恐 恐怕不止 千万有五万人 不 不 小人你觉得 贼兵们铺牵在地 不像是八万呢 大人 救援上绝没有那么多人吧 绝不会超过一万 这些人是被他们打怕了 吓坏了 草不接病啊 朱元璋如不只有万把人 那他守城上限不足 怎么敢分兵与我交战 知道了 是朱元璋的机器 使他肯定了 大人 错怪小人了 小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啊 贼军靠近了 大人当心啊 好 大人 大人 贼军来是凶猛 我们怎么办呢 金陵已逝 两面兽医 朱元璋在附近必定还有伏兵呢 传令 收缩军阵 且战且退 装往东南方向 待战局稳定后 再想法子吧 顺命 你看这墙可真是铜墙铁壁啊 比咱以前听说的还要雄伟 养了这家伙 咱可真是浑身是胆 什么都不怕了 金陵不但铜墙铁壁 而且是德天独厚的 他北有长江之隔 东与中山之险 而南面苏杭湖一带 自大汉以来 就是天下最为附属的周县 他人丁兴旺 道美富足 盐铁等物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 谁要是得了金陵 谁就可以雄举东南 进而窥视天下 在下恭喜上尉天一所属 大业就不成啊 这业绩大了 麻烦业就大了对吧 对大哥 这话什么意思 咱没得到金陵之前 天下英雄瞧不见咱 即使瞧见了 也瞧不起咱 现在咱们拿下了金陵 大元朝廷还不吓一跳 还不把咱当做一个大敌啊 不光朝廷啊 四方的义军首领 肯定也坐立不安了 西边的陈永亮 南边的张世成 谁没有成敌之心呢 我朱元璋 给皇上和天下英雄 添大麻烦了 大哥 三哥 三哥回来了 三哥回来了 就 是 把他迎上来 这双位 怎么样了 援军们撤了 黑石鸡五万多弟兄 只有不到五千人生还 郭天旭呢 自信了 不错啊 啥 我说他不错 起码 还有点鼓起 全军抚丧 举爱 请尚未施下 丧事在何处举办 就在这儿吧 这儿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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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之灵 尚帅随副帅 聚一以来 顺天行道 征讨原庭 御满海内 威震四方 郭氏父子 郭氏父子 两代大帅 残如日月 这儿离天津 这儿离天津 他就已经死了 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呢 你听这词 肉麻麻 肯定李擅长写的 我听这词挺好 兄弟 现在安怨已经结束了 需要笼落军心 再说呢 很多弟兄 都是跟着郭大帅起事的 二哥 你感觉到没有 咱大哥 比以前能多了 也厉害多了 怎么说 以前 他的兴经贺宅来一样 实在 可现在呢 他也学会了 杀巴决断 恩威兵佑 真中有假 甲中又有真 我现在 是寂静的 又有点怕 噓 他以前叫朱冲八 现在叫朱元璋 这能一样吗 三弟啊 我早就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记住 就像你我这样的弟兄 几乎在大哥面前 也得收敛着 要知道 咱们不但是他的弟兄 更是他的部署 天意难测 这儿 军法无极呢 热 真热 车上来 车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喜你了 又比咱亲祸了 大帅饶命啊 我是汉人 不是袁胡啊 我知道你是汉人 但是 园厅当中 也有好人 汉人当中 也有秦少 兄弟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咱俩一块 躺在死人骨头上 喝酒露宿吗 记 记得 记得 大帅 小人求您饶命啊 今儿啊 咱得请你 到地下睡觉了 陈兄弟 你可真诚啊 在义军和朝廷之间 四次判来判去了 加上这一次 陷害郭天煦 是第五次了吧 真可惜啊 你怎么就一颗脑袋呢 这颗脑袋省着点砍 分五刀砍下 尊命 救命啊 我副家子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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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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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是朋友 一年一岁 手拉着手 曾经 有一个 小心缘 人生 江湖上 依稀走 人天下英雄 有几段爱恒 看千五江山 心总于有 道光里成了多少 银羞纸 马铁下 他随万 家朝 满 天下英雄 水平说 度过 看千五江山 来去春秋 看千五江山 来去春秋 看千五江山 来去春秋 你去春秋 天地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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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标 年 天地有遥 天地有 天地有遥 天地有一 天地有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